终于打败鬼子了 这次总算可以吃肉了吧 华为啊 那些从鬼子那儿带过来的战利品 你都研究过怎么用了吗 没有 看是我给其他同事说了 让他们去看研究了 现在研究的怎么样啊 我们大概知道鬼子怎么用的了 他娘的发明了这么方便的东西 怪不得敢攻打过来 好 正好我们今天庆祝一下吃肉 那太好了 我知道哪里有肉吃 附近有个牛棚和鸡棚 那些肯定是小鬼子带过来的 他们逃跑的时候没带走 现在都是我们的了 而且有这么多够吃好多天的了 哈哈哈哈太好了 正愁没地方找肉吃呢 既然是小鬼子的东西 那就没必要手下留情了 我可不敢杀生 小时候没地方睡 我都是睡在牛棚里的 睡醒了早上几点牛奶喝 正因为那些牛陪伴了我很久 所以我才不会杀生的 还有这些猪 我也不会对他们下手的 你小子光拿着刀怎么不动手啊 该不会是不忍心吧 我看吃的时候你还能不能不忍心 我我我 你小子最好别吃 我吃谁说我不忍心了 不就是宰几头小猪吗 为了今晚能吃上大鱼大肉 只能拼了 这就对了 不就宰几头猪吗 我们赶紧把它们宰了 不然一会儿天黑了 真是累死我了 天都已经黑下来了 待会就可以生火把肉烤着吃了 把家里的烤火工具全拿出来 团长要我说我们就争着吃 根本就没地方争着吃 要我说还是烤着吃吧 正好天也黑了 华为多烤一点 大家都等着吃肉呢 好的团长 这是肯定的了 可以吃了 大家快吃了吧 这烤肉也太香了吧 吃完了今晚我还要偷偷藏点夜里吃 大家赶紧吃吧 吃完了赶紧去睡去 明天醒了 只不定总部还会给我们派什么任务 知道了团长 赶快吃了吧 对了 团长 我们不是还抓了一个俘虏吗 我过去给他点肉吃 防止他饿死了 因为我怕他死在我家里 喂 里面的人醒醒别睡了 是来给我送饭的吗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上好东西了 快吃吧 我们没在里面下毒 谢谢 太感谢你了 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 能不能再给我带点 算我求你了 你想得美 你慢慢吃我就先走了 现在大家都吃完了吧 不过可别忘了 今天晚上还是要站岗的 华为跟我去吧 其他人赶快去睡觉吧 啊 我不想去我想睡觉 不行你必须得跟我一块去 其他人不用跟来你们好好睡觉吧 哎 本来想着今天晚上再吃点肉呢 现在却连肉都没得吃了 你小子想什么呢 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万一小鬼子要是偷袭过来了 我们就完蛋了 好的团长我知道了 现在天已经亮了 团长我们下一步计划该去干什么呀 你们几位随我来 我要开一个动员大会 又要开会啊 怎么天天开会呀 如果没有精密的部署 没有精良的团队 那么想要战胜小鬼子 根本毫无胜算 总部已经两天没有给我们发过电报了 肯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付出 我知道你们现在肯定想休息 但是到了战场上 敌人是不会给你休息的 所以我们要坚持刻苦训练 早日赶出小鬼子 好让你和你们的家人团聚 所以我们一定要刻苦训练 大家都记住了吧 记住了我们就可以散会了 团长我有见识要说 好了我们散会吧 华威 你这时候找我有什么事 是关于我们抓进来的俘虏的 我记得他好像懂得如何跟小鬼子交流 总之你先跟我来吧 嗯 我倒是很好奇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如果我们能派他打入鬼子内部 那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 我们岂不是很清楚了 嘿 你小子鬼点子还真的多呀 你们终于来了 给我点吃的吧 想要吃的可以不够 你身为大陆人 我觉得你应该为我们做一些贡献 好 这个绝对没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 那我就交给你个任务 尽管说 我绝对会全力以赴的 我要你去打入小鬼子的内部 赢给我们当特务 获取他们的一些信息 然后把这些信息交给我 这些就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好 我答应你 记住了你自己是什么身份 不要在鬼子内部待久了 就迷失了自己 你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这项任务极其的危险 一旦被发现已是特务 那么他们可能不会杀你 但绝对会折磨你 让你生不如死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非常小心的 希望他还记得 怎么回鬼子的大本营 你们二位不用送我 我记得路怎么走 记住永远不要忘记你的使命 你觉得他能成功吗 我不知道 只能鼓一把了 希望他能成功 那时我们对付鬼子就有更大的胜算 小的们 我们不过是才失败了两次而已 你们就已经没有信心了 这样子还怎么为帝国取胜 真的是让我颜面尽失啊 我们以后要是输了 你们也别想好 我们研究出了那么好的武器 可你们呢 却是屡战屡戴 你觉得你们对得起帝国吗 对得起自己吗 对得起我吗 如果下次你们还像这样一样 就别怪我对你们进行加强训练了 你们听明白了吧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你们要牢记这一点 好了 我现在要去散死金 你们可以散 我是绝不会忘记我的使命的 再过不远 就是鬼子的大本营了 下一步计划该怎么办 新武器还在开发当中 我们最厉害的只有发射去了 诶 这不是小鬼 诶不是 太军 我从他们那里逃出来了 游戏 你小子干得真不错 我们已经失败了这么多场战争 你看你能不能想出来什么办法 太军 是个好犯 你听我给你仔细讲讲 绝对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哈哈哈哈 太好 我劝你还是赶紧投降吧 你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那我们后会有期了 再见我的朋友 什么 你竟然敢跑 可恶的老八嘎 你这个临阵脱逃的家伙 华为我们不要管他了 他已经被吓退了 其他看守的人也已经吓退了 我们赶紧走吧 团长真是足智多谋啊 不要说了 我们是时候该回去了 你们两位慢走 好的 我们走吧团长 两天半以后 今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是啊 鬼子这么多天没来 肯定要搞个大动作 不好了 团长有大事发生了 鬼子带了大部队过来 好像还有新武器 他们现在一直没对我们发起攻击 我们赶快过去看看吧 那些可恶的老八嘎 这么久没动静 这次一定有大事要发生 我劝你们还是老老实实投降吧 我的新武器 你们肯定是抵挡不住的 所以你们还是立刻投降吧 如果不投降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小的们 今天我们一定会让他们尝到失败的词 这可怎么办啊团长 要不我们撤吧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方法了 撤退 微微村失手了 哎 我的老家 没想到就这样被鬼子给占领了 你们给我等着我还会再回来的 我们抓紧时间躲到地下道里 这里才是我们的藏身之处 天呐 我在这待了这么久 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我们专门修建了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怕小鬼子突袭我们挖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出野出不去了 而且我肚子饿了 要不我们先烤点吃的吧 正好我身上还有一些干土豆 把它们全都烤来吃了吧 吃吃吃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他们好像全都倒下了 我就说吧 我们的新武器肯定能打败他们 现在终于把这个村子又给他夺回来了 现在你们相信我的实力了吧 谁要是再不相信我的实力拖出去给打一顿 好了这次就先不说这么多了 我们准备好冲过去 如果看到那些没有被炸死的你们记得补一道 毕竟他们非常的狡猾 接下来我们出发吧 哈哈哈哈哈哈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他们全都在我的大范围杀伤性武器面前倒下了 那么这里就被我占领了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他们攻打过来吧 终于烤好了 快给我点吃的吧 我早就已经饿坏了 不过团长这里难道只是一个洞吗 也不完全是 之后我们还要靠这个洞反败为上 这里的地道四通八方 能通往村子各个角落 到时候只需晚上睡觉偷袭他们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团长 你也太厉害了 这你都能想得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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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